这个是iPad,iPad当成这个笔经电脑的延伸萤幕 我播一个影片 声音是从这边出来的 这个萤幕除了是横式之外也可以变成直式的 你看,现在是直式的延伸萤幕 这个 一样,声音是从这边出来的 那这样的延伸萤幕 它的视讯延迟是多少呢 这个视讯延迟大概是40-60ms 非常非常的低 我们今天要分享,如何让你的iPad 当成你的笔记电脑的第2个萤幕 当成你的第2个萤幕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1个你的视讯延迟要非常低 第2个你的影像非常的丝滑 如果你没有满足这两件事情的话 那么你在使用这个萤幕的时候会觉得非常非常的 奇怪就对了 我今天会采用两支截取卡做个实验 第1支是海外的一个截取卡 第2支是台湾的某知名的电商的截取卡 那么我要跟大家分享说 除了截取卡这个硬体之外 还有很多 小细节要特别的注意 这样才可以满足 丝滑 而且延迟又低 首先请你确认你的iPad的作业系统 是不是iPadOS 17 打开控制台 然后呢 这边一般里面 你会看到他的作业系统 我的作业系统是iPadOS 17.41 是没有问题的 再来还要准备这个USB-C的Hub 这个USB-C Hub 是没有分 品牌的 你可以用副厂的或用原厂的都没有问题 好 还有呢就是一支 4K的HDMI截取卡 好的 那么我就把这个接在一起 然后呢这个笔记电脑的HDMI 用HDMI的线材把它拉出来 那把它接到这个截取卡上面 然后呢再连接到你的iPad 再来请你打开你的App 我用UVC Player 打开来 然后这上面的UVC Input把它打开来 这样就有了 我们首先呢先来测试他们的视讯延迟是怎么样 我用个码表把它打出来 然后呢 重新计时 我们来比较这两边的数字 这个是 国内某知名的这个截取卡 他是 这样的 视讯延迟 这个视讯延迟啊大概是在100到150ms左右 这个为什么会这么高呢 原因是 这个截取卡连接这个 笔记电脑的HDMI输入的时候 这个截取卡会告诉你的笔记电脑说 请你丢出这个4K的画面出来 那么 笔记电脑的HDMI就丢出4K了 那一般来讲我们4K的这个 影像 丢给截取卡的时候他的视讯延迟就会特别高 所以呀我们来 检查一下说他这边里面的数值是不是4K的 我们打开这个控制台 然后呢 我们到这边有个进阶设定这边 这边有两个萤幕 第一个内建萤幕就是指他 那第二个这个 这个就是他 那我们来看看他的那个 丢出来的解析度是多少 是3840x2160 所以证明啦 是这个笔记电脑丢出这个4K的画面 给这个iPad 所以他的视讯延迟就特别的低 如果有机会让这个笔记电脑丢出1080p 的画面给这个iPad的话 那么视讯延迟就会 降下来了 那么我要怎么强迫让这个笔记电脑 吐出1080p的讯号 我们目的是要让视讯延迟降低下来 好我们就连接一款 减析度固定器 这个很特别啊 他的头就是一个 母的一个弓的 然后你把这个弓的啊你就把他连接到这个 这个 HDI的输入 输出的地方 接进来接出来 然后呢 这是HDI线的弓嘛你就把他 接进来 我们再打开一下这个 APP 这时候就有画面了 这时候他丢出来的画面应该就是1080p的 好 然后呢一样到这边有一个叫做进阶设定这边 然后我们来看第2个萤幕 这边 你看到这边是不是写1080p 1920x1080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他的视讯延迟是不是会显著的降低下来 你们可以按暂停啊 可以算出这两个差异 这个大概是在60到90左右 60ms到90ms左右 如果这个电脑的HDI 画面出来直接用这个4k解决卡去做解决的话 这个的延迟啊大概是100到150ms 然后呢我透过了这个 解析度的固定器之后 这个延迟啊可以降到大概就是60到90ms 我把它固定到这个1080p的输出 那么这就是他的极限了 那么我现在要比较另外一支截取卡 就是这一支 国外的一支视讯截取卡 看看 一样的这样的做法之后 视讯原址可以降到多少 连接到这个 iPad上面 然后呢将这个 HDI的画面把它拉出来 连接到这个 这个截取卡上面 是3840x2160 那么他的 视讯原址是多少 这样的视讯延迟啊大概是在200ms以上 非常非常的高 哇延迟竟然到200ms非常的 夸张 但是非常神奇的是 当如果我加上这个解析度固定器的时候 那他变成1080p输出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情况 我把这个 固定器连接到这个 HDI输出的地方 这个是公投嘛接进来 然后把连接进来 我们再看一次 1080p了吧 确定是1080p 好的 那么我再打开这一个 APP UVC Player 我们来比较一下他的视讯延迟 这样的视讯延迟啊 大概是在 40到 60ms左右 这支国外的解析卡是非常非常的特别 当他直接插入这个 ipad的时候 没有固定这个解析度 他丢 这个笔记电脑丢出4k的画面 哇这个视讯延迟会高达200ms 但是啊一旦我加入这一个 HDMI的视讯解析度固定器之后 固定成1080p之后 他的视讯延迟超车了 大概就只有40到60ms 是非常非常的低 如果你换上一台更特殊的电脑的话 可能会测出来更低 笔记电脑的 这个萤幕的延迟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话 那么你算出来的 这两个数字差异就会相对比较低 如果这个 萤幕比较 低的话测出来比较低 哦那么你算出来就会比较高 所以 这有为什么我们在说这个延迟的时候 是说一个范围 我们不能够假设说这个萤幕他的 延迟是多少 因为萤幕啊 他一定有他的范围之内 之内 不管怎么说你的笔记电脑的萤幕一定会比 这个我们的 电视萤幕会来的低 因为但是我们做文书处理使用 但是就算是很低还是有个差异在 所以我们当然算延迟的时候都会有一个 一个差异在就对了 所以我们该算出来 这一个 在1080p的HTN的视讯情况之下 大概是40到60ms 接下来啊 我就用这一支做示范 如何将这个萤幕 变成延伸萤幕出来 很简单 你只要用你的滑鼠右键 然后呢 选择这一个 显示装置这边 然后呢 你就按这边 有一个叫做延伸萤幕 这么一个延伸萤幕 按下去 然后呢 就按保留 这时候 你的ipad就变成这个笔记掉的延伸萤幕 你看我的滑鼠 是不是这样滑过来 然后呢 我这一个可以叫移来移去 现在的延迟是非常低哦 大概就只有40到60ms左右 好那我也可以播个影片啊 比如说我播这个影片 这时候的声音是从他出来的 你看哦 我把ipad声音关掉 是不是就没有声音了 打开来 就有声音了 这样子 我们现在ipad的延伸萤幕啊是横式的 我怎么变成这个直式的 好来 我们一样在这边做一个设定 滑鼠右键 显示设定这边 然后呢 我们先看哪个是一二 我们先看识别 这个是二嘛 好我们点到二这边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个 显示器的方向 然后你可以选择直立式的 这边 直立的 好 这样的话 你就把你的ipad 转这样就可以了 你看就变成这样 然后一样这个 直立式的萤幕就变成他的延伸萤幕 这样子 一样我可以播一个影片啦 我播一个直立的影片 这个 一样声音是从这边出来的 我们来总结一下 如何用你的ipad 当成你的这个笔记电脑的延伸萤幕 延伸萤幕非常重要的是 第一个是 撕滑不撕滑 第二个呢 是这个 延迟的问题 我们刚刚啊 用两个 截取卡做测试 一个是国内的截取卡 一个是 国外的截取卡 然后呢 这个延迟啊 跟你的 HDI丢出来的解析度有关 如果你的HDI丢出来的解析度是4K的话 那么 不管哪支截取卡 都会蛮高的 只是程度上会不一样 以国内这次来讲的话 他的延迟 增加的没有特别的多 但是以这次国外来讲 他的增加是非常非常大 我们可以固定你的笔记电脑的输出的解析度 好我就用的这一个东西 叫做 HDMI的解析度固定器 这边是公的 这边是母的 把公的插入这一个 笔记电脑的HDI的输出的地方 母头呢就接你的这个 HDI的线材 然后透过这个东西再连接到你的这个视讯截取卡 这时候啊 这次国外的视讯截取卡的延迟 就只有40到60ms这么高 那么反而就超越了这个国内的这次截取卡的视讯延迟 这样的视讯延迟啊对于iPad当成笔记电脑的 第二个萤幕或者是延伸萤幕 是非常非常够用的